你病死我發財 有這樣的事嗎 這是花蓮所驚爆的新型 詐領保險費的手法 是由保險經紀人勾結 不孝的村幹事 取得重病村民的個人資料 然後再偷偷地冒名投保 並且藉由低價來承攬 喪葬取得死亡證明之後 詐領保險金 至少已經有六十三個人受害 近半年內得手了六件 獲得兩千多萬的理賠 不會覺得這樣詐騙原住民 其實非常沒有良心的件事 戴著紅色棒球帽低頭不語 他是詐領案主席 保險經紀人黃漁峰 連同後頭的保險員 殯葬業者勾結秀林鄉公所 村幹事養聖財 茂名投保詐領保險金 根據我們現在被害的六十三位 他投保金額是高達一億一千多萬 警方調查黃漁峰火同村幹事 楊聖財在秀林鄉 甲介急難救助名義 專找肝硬化癌症中風等慢性病 末期患者私下冒名投保定期受險 避免曝光 保單地址電話填寫共犯住處 還安排人頭冒充未分夫妻身份 充當受益人 等到被害人死亡再透過殯葬業者 取得死亡證明書以及除戶資料 好取得理賠 從頭到尾被保險人和家屬 全被蒙在鼓裡 被害家屬急著都哭了 因為連急難救助都沒砸落 哪知道被茂名投保 嫌犯專找快死的對象 大賺黑心銜 被保險人和保險公司都成了受害者 明日新聞 余政華 陳建廷 黃俊玉 華連報導